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关注AO科技获取这项利 我是蒋正琳 今天给大家分享一台 MacBook A170 7的武器案例 这个机器客人反映说是无法充电 然后插充电器也是无法使用的 然后我拆出主板以后发现被修过了 然后就跟客户确认一下 确实是被修过 蛮多地方的 我刚才给夹过电看了一个情况 接下来带大家一起来寻找思路 这个机制上电是可以亮的 但不能开机 就说它会提示你叫你充电 就没有电 因为没有检测角 但是我们可以确定它能不能上电 带机电压是不是正常 我们先上去 给个电池电压就可以了 OK 上来了 点开机键 没反应 没反应 那么点开机键没反应 我们都知道先去测开机键的电压 是吧 我们来测一下 手机的话是1.8V 正常都是 然后电脑的话是3.3V 没有 那么开机键的电压3.3V从哪里来 是通过一个上拉电阻 从公共点的3.3V给过来 那么我们直接去测公共点的电压 看有没有 也没有 点到了 再来一下 没有 确定是没有电压的 那么像 这种没有电压 我们不可能去考虑电池了 因为电池 我们已经用电源表夹电了 是吧 这个电是由一个转换管 它拿到电池的电 然后由充电管 给它一个EN开启信号 它才会转换出这个3.3V 那么翻过来 再继续看一下 行不行 好 这边 很明显看到这里 也是应该被风箱吹过的 有很黄的痕迹 然后我们来看这 这个芯片 拿到电池的电 刚才我们夹电的电 它要转换出3.3V 是要由充电芯片 这个也被动过 由充电芯片 给它一个EN开启信号 它才可以这么正常的工作 由于这个充电芯片 我们看明显被人动过 因为我们刚才说了 夹电 电已经有了 百分百确定 是吧 可能就是充电管 没有给它一个开启信号 这个时候 我们着重来检测一下 充电管周围的 旁路的对立组织 好吧 我们先测一下 公共点的组织 万一短路了 是吧 OK 没有短路 246 不对了 这个地方 这边正常的话 应该会大一些 我们拿一块好的板 来测一下给大家看 好 这边 来试一下 446 再做一下 440多 差了200的压降值了 那就可能证明充电芯片 之前别人换的不一定好 他可能把这个组织给拉低了 因为这个地方 如果你去看原理图的话 它是不通任何地方 它只通它自己内部 过去的以后是一个电容 也是不通的 所以接下来 我们就锁定了 这个充电芯片 毕竟也是别人动过的 我们不确定下面怎么样 我们先把它拿下来 看一下情况 好 OK 还挺漂亮的 但是板层好像 刮了皮 少了挺多的 先把锡脱了看一下吧 OK 还行吧 还行 那我们接下来先搞一个 充电芯片 好 接下来灵魂时刻了 先把这个锡脱掉 可以 慢一点呗 这个太小了 慢也慢不了 看一下 归下位吧 好嘞 准备转啊 OK 好 我们稍微冷一下 然后再夹电看一下 有没有这个公共点电压 电压对的 可以 哎 有了啊 3.4 3.4 我们点下开机键 看能不能上 哎 呃 哎 这个电压 不对了 正常的话 我们点一下 它就会上到1-2A 这样子 这种情况应该是负载有短路 就我们手机一样 你点下开机键 它打 就回来 点下开机键 它打 肯定是负载有短路 应该也不会短路的 不会啊 这个肯定不会短路 这边 应该也还好 这是左供电来着的 它动过 看看通不通吧 万一断 应该不会 不会断 通的啊 通的 这边 有两个电感 这边 35V 也是正常 哎 0000了 这个地方 我拿个好板对一下 正常这个地方 应该 也不可能接地吧 是吧 给大家看一下 这个板子 正常这个地方之前也动过的 让它看一下 是吧 有60的阻值 那就证明 这个主板是有短路的 但是这个就比较麻烦了 因为这个点是通 南桥的是吧 这样吧 我们直接认识相仪 上认识相仪 给它一个1V的电 因为这里是1V的电 到南桥的 我们给一下看 是不是南桥 发烫 还是有其他旁路损坏 我们也堵一下 是吧 这个不能算堵 这个是确定 确定不能算堵 好 我们开始试一下 上电 诶 果真南桥了 是吧 有没有 再看一下 南桥了 那么现在 我手上又没有这个BG焊台 去拆这个南桥 我们手工拆手工装的话 肯定比较容易死的 不过我可以教大家一个方法 如果你手上没有的话 那怎么办呢 我这里有一个大炮 大炮 我们准备一个大炮 你可以把它这样放在一个位置 放平面 然后可以有一个架子 然后把我们主板 这个位置 背面也没什么元器件 是吧 南桥的位置 放到这个地方 进行加热 背部加热 然后再拿风枪 从顶部加热 300以内 绝对可以拿下来 那接下来 我们操作给大家看一下 行雨热 好雨的差不多 开始降低 开始降低 哇 非常完美 还可以 那这时候我们再测一下看 这一炉还有没有短 因为桥已经拿掉了 是吧 这条 组织来了 那么确定就是桥了 我们先拖焊房 再拿一个桥给它换上去 这个坏的先丢到这里 放上油 很多人都有问我 为什么老是喜欢烙铁 蘸一点锡这样用 习惯了 其实锡线也有 是吧 就比较少用 也可以用 今天也用一下 锡线也是可以用 但是我感觉这样子 你看这个锡不是很方便 是吧 我还是喜欢烙铁 烙铁直接蘸点锡 可能是我这个是高温的锡 如果沾点低温锡就会快一点 这样可以稍微好一点 还有一点就是 如果你在拖焊盘 因为刚才我们 翘完了讲了一会话 正常翘下来的话 直接拖焊盘就会快一些 如果说冷了怎么办呢 带点风枪就好拖了 要不然有些人他拖的用力会掉点 是吧 稍微带点风枪 等这个焊盘稍微热了 你去拖的话就很好拖了 是吧 这样就很顺 焊盘稍微热了 焊油不够 等下再加一点 好 可以吸气袋过一遍 其实电脑过不过都无所谓了 它这个点的缝隙还是蛮大的 手机的话大的芯片最好是过一下 OK 清理干净 亮了 然后拿一个桥来窒息 上面还有一些细 拆机的 又是灵魂时刻 哇 这个有点大 显微镜一次性也看不完了 哦 刮戏 哦 好 好 哦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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موسیقی 好 可以 规计在位 好 我们把它对准位置 老方法是吧 自制BGA焊台 香焊油 好 稍微拼过来一点 好 OK OK 可以 很完美 把这个紫丝了 刷干净 再来试一下 闪电 上来了 OK 然后我们装到框里面试一下情况 我们试一下 可能是电池没有电了 确实只有一点几伏的电 这样吧 因为考虑视频生成的原因 我们直接夹电 看能不能亮 能亮呢 后面我们再想办法把电池冲击电 再测试功能 好吧 来 开机 来了 看到吗 显示充电标志 你如果电池不对的话 就是这样子的 好了 那么 由于这个市场问题 刚才说了 其他的我们等确定能充好电 再测试 然后再跟客户去沟通 好 那么本期视频我们就先到这里 我们下期再见 我们下期再见 我们下期再见